首顧民主 從政開始 首顧民主 從政開始 從政開始 請個議會來請 因為主席這一次民主小巢 是不是就要從今年的村里長開始 然後可是因為我們知道 過去村里長一直是民進黨很弱的一環 因為人數不夠 所以這一次有沒有希望能夠達到 什麼樣的圓和什麼樣的目標 然後擴大整個民進黨在基層的能量 我們現在還在做每個縣市 和整理黨的選舉 尤其是聽名 跟整個布局的規劃 還有在整理當中 我們今天的小草計畫 也是中間的一部分 我們是希望能夠讓年輕的朋友們可以有 值得參加這種基層選舉 取得基層公職 我們拿著物地方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要我現在給你一個目標提示 就是還延遲過早 因為我們還在過去當中 今天是7月15號 28年前的今天 是台灣解股戒嚴的日期 這是一個重要的日期 因為前股戒嚴後 我們就朝民主化的方向前進 在跌跌撞撞的前進中 我們還在進了一小步 在檢嚴的前例前 我們的前輩冒著被迫害 被債務的風險 成立了民主基層黨 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一件事 也就是說 對的事情符合公衣的事情 所以只要堅持 我們就會在歷史正確的地方 這些前輩當年 在參加活動的時候 他們都是年輕的 在他們青春正盛 或者是政治壯年的時候 就投入了台灣的運動 今天我們享受了民主的成果 但是我們必須要激請自己 當人民對民主深化 有更深的期待的時候 民主進步黨 應該要繼續為台灣的民主奉獻付出 在進步的這條路上 台灣應該要再往前走一步 在這裡完成跟大家分享 就是對於在國進選主席期間 曾經有一個想法 也就是我們希望開放民進黨 讓民進黨走進社會 也要讓社會走進民進黨 也要讓社會走進民進黨 因此在過去的一個多月以來 雖然我們都在忙很多很多的黨的事務 也在忙選舉的事務 但是我們還是 還是督促我們相關的部門 以及我們比較年輕的工作同仁 他們必須要加緊地來規劃黨的改革事情 今天我們也希望 在經過一個多月的規劃和討論之後 我們想跟各位說明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兩個計畫 一個計畫是叫做民主小炒計畫 一個計畫是叫做青年議會計畫 這兩個計畫都是我們希望 來打開民進黨的行動和方案 我們特別希望 能跟這個年輕人交換想法 我們也希望能夠支持 資源相對匯法的年輕人參加選舉 這些都是打算長期推動的計畫 也邀請社會來參與我們給我們建議 開放民進黨是雙向的 這些計畫光靠民進黨的力量還不夠 我們希望能夠跟社會一起來合作 一起來推動 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我講的這句話 也就是說個人不管再怎麼強大 他的理念和力量都不足以帶動改變 就是說為什麼在政治的這條路上 我們總是需要去不同道德的夥伴 這就是我從這以來的一個心得 也是一個很深的體驗 在黨內 在最近我們加入了一些年輕的心血 也沿染在公民社會中 很出色的優秀的人才 來擔任這些重要的工作 人資的改革 黨的認識的改革只是第一步 那麼心血能不能和擁有豐富經驗的 黨內的夥伴一起工作一起合作 民進黨能不能和社會一起合作 這才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再次推進 對臺灣感覺的重要因素 那年級的九合一的地方選舉 將會檢視我們民主政府黨在這幾年改革 跟我們很多的作為的重要指標 但是我要講的是選舉的結果是一種檢視 但真正重要的是這個選舉的過程 那麼選舉其實就像一場社會運動 那麼你必須要向人民說明你的理念 那還要有你如何把理念化成現實的行動方案 候選人需要努力和人民溝通 說服人民也必須要信心人民的生意 那麼透過選舉的過程 一點一滴的社會的共識的凝聚 那麼候選人到處跑行程 開座堂會雖然很累 但是你會在這個過程中 知道人民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他們對臺灣有什麼期待 那麼作為政治人物 他們背負的是什麼樣的使命 那麼在這個年底的選舉的選戰的過程中 我們將提出來了這個民主小草的計畫 那麼事實上就是一個支持 年輕人投入基層選舉的一個計畫 那麼我們認為 整個臺灣的政治和文化要改變 民主力量不能從基層開始深化 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那麼很多的年輕人 開始站出來積極的參與社會 關心政治 那麼我們真的期待 年輕人成功來加入政治 把年輕人的想法 很多新的做法 透過參政轉換成為公共的資源 那麼這個社會的資源分配 因為在經濟和政治上對年輕人都不是那麼的友善 所以我們特別針對年輕人參選提供實質支持 我們要把民進黨累積的選舉經驗 和人民挹注給我們的資源 當作共共財 在轉投資到有志參選的青年身上 那麼參選人不一定要使民進黨所提名 只要有意參選 做足了心理的準備和規劃 無黨籍的參選人 我們也會盡力支持 那麼除了參選以外 參政其實應該是更寬意的 關心社會 關心社會 議題倡議 公民論壇等等 社會上有很多的公民團體 在有限的資源下 用各種方式積極的介入政治 打造好國好民的台灣 相對來講 政黨是比較有資源 我們更有義務 去促成公共參與的環境 那麼民主進黨的青年部 也將推出另外一個計畫 叫做青年議會 那麼作為打開民進黨的第一步 那麼我們要讓民進黨和青年人 有一個經常性的對話的空間 這個對話的空間 絕不是要想收編年輕人 也不是想要對年輕人摸蟲 而是要創造一個民進黨與青年交換意見 辯論公共議題的地方 這個時代的年輕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當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自己會形成意見領袖 他們會自己帶領 自己討論 自己決策 然後採取集體的行動 那麼對我來說 青年議會的設置正是希望可以 讓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 一個聚集討論並且行動的地方 對民進黨來講 這不單是民進黨試圖 搭建一個長期與年輕人對話的平台 在面對台灣下一個世紀的政治 這更是一個搭建一個勇善的年輕人參與 公共事務 培育下一個世代參政人才 在資助上的一個虛弱 那麼 台灣政治需要新的選文 新的想法 下一個世代的政治改革 需要年輕人的參與 從民主小草到青年議會 兩個計畫的開始 我們將鼓勵民進黨與青年 與社會的連結 開啟下一個世代的政治信念 請大家相信 民進黨有誠意打開黨的大門 和社會對話 我們也期待這樣的對話 來督促民進黨能夠更進步 督促臺灣更進步 讓我們的民主可以更深化 讓這個國家更朝向好國好民的方向前進 謝謝大家 謝謝